根据内政部所提供的数据 近年来国民的平均寿命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民国99年的79.2岁增加到109年的81.3岁 而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 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药物的发展 听过这些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吗? 喝咖啡吃甜食让你喂食到逆流了吗? 用丝丝最有效 我信赖普拿藤 相信大家听到这些台词 都会有一股怀念的感觉 其实这三个台词 分别代表三种常见药品哦 分别是致酸剂、消炎药与止痛药 接下来将介绍这三类常见药品的化学原理 你可能会有疑问 咦? 胃食道逆流不是要吃胃药吗? 致酸剂跟胃药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胃药是一种通称 要服用时应该了解各种胃药的功能并对症下药 例如胃溃疡或是12指肠溃疡 可能和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有关 这时我们会使用抗生素来治疗 若是要改善胃痛、胃食道逆流等胃酸过多的症状 通常我们会使用致酸剂来改善上述症状 一般市售的胃药都属于致酸剂 它的化学原理是利用弱碱来中和过多的胃酸 常见市售致酸剂的成分有碳酸氢钠、碳酸钙、氢氧化铭、氢氧化铝等 碳酸氢钙因为易溶于水而有塑效性 但会产生二氧化碳而导致胀气 碳酸钙不易溶于水 需注意使用量 否则可能会造成胃酸分泌增加 氢氧化铭则是因为难溶于水 溶解的部分先与胃酸中和 不溶的部分则留在胃中 继续和后来分泌的胃酸作用 因此具有长效性 但容易造成腹泻 氢氧化铝除了与胃酸中和以外 因为会形成胶体物质 也有保护胃黏膜的功效 但是容易造成便秘 因为单一质酸剂有各自的副作用 所以目前市售的质酸剂 都是采取混合使用的方式哦 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人在医生开西药或是抗生素时 认为会伤胃 因此要求医生加开胃药 但是这其实是个迷思 西药不一定会伤胃 有些药品的药效 还会因为与质酸剂并用而降低 甚至是失效哦 当细菌或病毒等外来物入侵人体时 人体内的防御机制就会启动 同时身体也会出现痛、热、红肿等等的发炎现象 在正常情况下 发炎症状会因为外来物被控制而消失 但是如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 就可能产生风湿性关节炎、气喘等症状 这时就需要使用消炎剂来减轻发炎反应 消炎剂中有杀菌效果的抗生素 常见的有黄氨类药物与青霉素类药物两种 黄氨类药物是由化学方法合成 可抑制细菌快速繁殖 以达到消炎效果 为什么科学家会想要合成黄氨类药物呢? 这就要从德国科学家多马克的实验说起 他观察到染料会与衣服的毛料紧密的结合 毛料跟细菌都是由蛋白质的分子组成的 既然这些染料能与蛋白质分子紧密的结合 那如果用染料包住细菌 是不是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呢? 因而得到灵感,研发出黄氨类药物 至于青霉素类药物,则是由黴菌所提取 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潘尼西林 青霉素类药物的发明就更有趣了 加拿大医师弗莱明在进行实验时 不小心将眼泪滴到培养米里 意外发现眼泪具有杀菌效果 后来,当他又不小心将黴菌沾到培养米时 他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因而联想到,黴菌可能有杀菌的效果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提炼后 发明了现在使用的青霉素类药物 韩尼西林 由上面的例子 大家可以发现 观察是很重要而基础的科学技能 类固醇消炎药 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物与抗生素 统称为消炎药 有些民众在就医时 只要有疑似感染症状 就主动要求医师开立消炎药 甚至自行购买并使用消炎药 症状略为改善之后 就自行停药或是换药 这些不正确的用药习惯 容易使细菌发生突变 并产生抗药性 使得原本有效的抗生素 无法有效杀死该细菌 为了避免产生具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 要听从医师的指示 使用消炎药 服用止痛剂 是许多人应对疼痛的方法 常见的止痛剂 则有阿斯匹林、普拿藤 布洛芬、马菲等 阿斯匹林是以锡柳酸的俗名 有解热阵痛的作用 除此之外 也会减少血小板的凝集 有抗凝血作用 所以可以预防血栓 但是使用阿斯匹林同时 也会抑制胃黏液的分泌 导致胃酸伤害未必 并造成溃疡现象 因此可以与质酸剂一同服用 普拿藤的主要成分是以锡氨酸 因为不具酸性 不会刺激到肠胃 要注意的是过量服用会伤肝 布洛芬是一种非类固醇消炎止痛剂 供用在于抑制身体产生某些发炎物质 减少肿胀、疼痛和发烧 是很常见的退烧、止痛成药和处方药物 马非则为一种鸦片类止痛剂 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改变人对于疼痛的感受 可用于癌症末期的病人 减轻因剧烈疼痛产生的痛苦 但是马非具有高度成瘾性 因此被列为管制药品 如同消炎药 止痛药物也并非突然横空出世 例如阿斯匹林的原料是水洋酸 存在于柳树皮中 古代的中国与埃及 就知道可利用柳树皮来减轻疼痛 而后经科学家的研究改良 才致得阿斯匹林 降低了直接服用水洋酸的副作用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常见药品 分别为致酸剂、消炎剂与止痛剂 致酸剂为弱碱性 可中和胃酸 降低胃酸过多的伤害 常见市售致酸剂的成分 有碳酸氢钠、碳酸钙、氢氧化铁等 消炎剂可以减轻人体因为细菌 或是外来物入侵而产生的痛、热、红肿等发炎现象 消炎剂中有杀菌效果的成分称为抗生素 常见的有黄氨类药物与氢霉素类药物两种 其主要作用分别为抑制细菌的生长与消灭细菌 止痛剂可以震热解痛 常见止痛剂分为阿斯匹林、普拿藤、布洛芬、马菲等 使用各种药物时 需先确定其作用、副作用 与医生的使用指示 谨慎使用 接下来是想一想时间 在影片中 我们提到一般的市售致酸剂大多成分为弱碱 如果改用氢氧化钠等强碱 是否也可当作致酸剂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再见咯